洪家拳罚挽带铁环威力霸道无比 但享有所成就必须下苦功夫 恰好关锋义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他从小无父无母 被洪拳老师傅好心收留 从此便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恋洪家拳 终于在19岁那年出师 这也代表他能够踏入江湖了 他的师哥黄瀚在城里的部场打工 于是他来到部场投奔师哥 想让师哥帮自己谋个差事 晚宫陈昌领着他来到场内 他怀里的大金表顿时吸引住了关锋义 关锋义来自乡下 自然没见过这城里的稀罕玩意儿 可陈昌狗眼看人低 对这穷小子没什么好脸色 看着陈昌嚣张的态度 淘气的关锋义偷偷送给了他屁股一个脚印 刚才还在教人练功的陈昌却毫无感觉 关锋义果真有两把刷子 虽然于师哥多年未见 但关锋义一进机房便认出了哪个是黄瀚 黄瀚平日寡言少语 这次看到小师弟才总算露出几分笑意 但他在开工不能离开机房太久 便给了师弟些钱让他先去吃饭 于是关锋义来到饭店 一顿狼吞虎咽起来 他吃饱后拍着肚皮就要离开 陈昌却突然出现 拽着他的衣领就要打 原来是黑脚印暴露了 谁还提着屁股 他那的屁股够远够大 眼看两人要大打出手 因为管工的李家及时制止了陈昌 先前关锋义去饭店 长如闪电捞起了跨要落地的托盘 这一幕被他看到 陈昌毕竟多少也会点武功 关锋义却能在他身上留下印记 不被察觉 看来关锋义的武功夫很高 李家这次帮忙解围 一是想要拉拢这位小兄弟 二是因为陈昌早就被哈老板收买 已经算是布场的内奸了 哈老板是当地有名的富商 一直想吞并布商没有得逞 当晚师兄带关锋义回到住处 送给了从小就赤脚的他一双鞋 虽然只是师兄的旧鞋子 要塞一些布条才能穿上 但关锋义还是非常珍惜 第一天进城 关锋义便知道了钱有多重要 他看到有人靠交功夫挣钱 而且水平还不如自己 想着自己也去当个管工 总比做杂工好 黄汉听后眉头一皱 立马让他绝了这个念头 还警告他不要向别人 透露自己会功夫 虽然心里很疑惑 但关锋义知道师兄是为自己好 第二天 黄汉带着关锋义来到谭总管家里 想让他给师弟一份差事 看着谭总管脚上那双新布鞋 再看看自己的烂布鞋 关锋义不禁自卑起来 因此面对谭总管的询问 他不像往常那般伶牙利齿 反而吞吞吐吐 不知道该说什么 谭总管见此愈发得意 拿起烟枪在关锋义头上 一下下敲起来 边敲边给他讲杂工规矩 算是给这个新来的下马威 这天 谭总管正在教工人们功夫 看到推车过来的关锋义 他突然想露一手 却没想到一拳打出去 自己反而摔了个大跟头 关锋义见状哈哈大笑 指出谭总管马不扎的不稳 气得谭总管当场就要开除他 幸亏有李家在旁边相劝 黄汉又让师弟磕头谢罪 关锋义这才留了下来 而另外一边 哈勒板早就等不及了 看到部长工人们不愿投靠自己 此时的他尽显土匪本色 吩咐打手龙二爷把工人们叫到郊外 也不伤害他们的性命 只是打断双手让他们无法做工 关锋义见到同事被欺负 本想替他们出头 可师兄只是叫他安心做工 不要多管闲事 有了这顿打 陈昌再想拐走工人就容易多了 他振臂一呼 30名工人便和他一起投靠了哈勒板 手下见状去报告李家 他自然去阻止工人离开 虽然李家的身手不错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伦二爷可是带了一堆打手过来呢 危机时刻 关锋义也赶过来 他出身牛肚不怕虎 轻松使出红家拳 随意几招就把打什么都吓跑了 工人们也被带回部场 这次关锋义可真是立了大功 谭总管直接让他顶替陈昌位置 还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可关锋义心思淳朴 只要了一双合脚的心鞋 虽然师弟升官发了财 但师兄却没有给他好脸色 这旧鞋你连看都不看了 旧鞋又破又大 还有什么好看的 黄翰一个人坐在床上 渐渐回忆起往事 原来他曾是扬州有名的大教头 可老板把他当成一条狗 用他只是为了取乐 便让他与别人互相残杀 黄翰终于明白 人心险恶 武功再高强也不过是有钱人的玩物 所以他辞去教头之位远走他乡 隐藏武功宁愿当一个小小的杂工 很快几个月过去 这些日子里哈老板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猖狂 遇见不长的工人就是一顿毒打 出头鸟李家更是直接被打死在酒楼里 工人都被吓得不敢做工 要何老板给个说法 但何老板也是无计可施 因为哈老板乃是当地知府的侄子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 至于被打死的李家的妻儿 那关他什么事呢 我有钱留着给活人用 不会给死人用 这天伦二爷又带着手下来到部场 他们要借八十张织布机 虽然都知道这是在抢劫 但工人们没有一个敢上前阻拦 只有官封义独自迎战 他单手便挡下伦二爷的招数 并把他打得节节后退 伦二爷见状收起轻视的态度 发了狠劲去往官封义身上招呼 却被他一招打得摔倒在晾衣架上 红家拳攻击如同狂风暴雨 对方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 这时人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李管工就死在他手里 官封义一听立马收起笑意 出手也变得很辣起来 他将伦二爷摔倒在地 一脚便踢断了他的右腿 一条腿换一条人命 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官封义又一次化解了部场的危机 何老板很欣赏这个后生 直接闪了他间大房子 此时官封义终于得到了那块大金表 有事没事 他就会放在耳边听一听 可师兄对他却是愈发冷淡了 如今官封义已经成了老板身边的红人 连谭总管见了都要点头花腰 这天哈老板专门带人围打何老板 在隔壁酒楼荡秋千的官封义见后 跳墙而出护住老板 他本想听何老板的话离开这里 可哈老板突然从背后袭击 他左右出拳 直接挡住哈老板的攻击 哈老板见状使出绝招铁纸锁喉 可刚抓住衣袖 就被一招鹤嘴击落 这招是他闻所未闻 哈老板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便带着手下匆忙离去 他回府后越想越去 和伦二爷商讨 怎样除掉这个小子 官封义的武功无人能抵 绝不能正面对抗 伦二爷看着自己的断腿 想出了一条毒计 他让陈昌去见官封义 说哈老板因为伦二爷断腿 而抛弃了他 现在伦二爷想见官封义一面 好把哈老板准备对付不长的阴谋告诉他 此时的官封义屡战屡胜 已经是目中无人 因此他轻易相信了陈昌的话 独自一人来到伦二爷府上 刚进门 伦二爷便趁其不备抽出 藏在拐杖里的剑 一剑刺紧关封义的肚子 可关封义却像不知痛觉一样 不仅劈掉伦二爷手里的刀柄 还一脚踹开伦二爷 其余打手听见动静后 立马从暗处窜出来 他们手持棍棒争先恐后上前 但对于高手来说 多少菜鸟都是没有用的 伦二爷又想拿棍棒偷袭 反而被他借机杀死陈昌 官二爷还想逃跑 他双拳一合 伦二爷便当场逼命 敌人都逃走后 官封义终于感觉到疼痛 他把剑从身上拔去 有血流下来也不在意 亮亮呛呛地往回走去 他回到豪宅包扎好伤口 自己重新打败一番 虽然官封义此时神色平静 但他知道 只要哈老板一日不死 那不长的危机就永远会在 自己也别想继续富贵的生活 因此他必须除掉哈老板 而哈老板正焦急地 等待着伦二爷的消息 不过他没等来伦二爷 却等来了官封义 虽然官封义只有一人 但哈老板还是被吓得连连后退 这表说 你的时辰到 官封义只想速战速决 他二话不说便率先动起手来 虽然他身手依然灵活 但府上的打手就像潮水一样 是越打越多 而就在此时 躲在后面的哈老板 看到他衣服上渗出的血迹 便猜到伦二爷已经得手了 让手下专注攻击官封义的肚子 果然手下听到命令 全都瞄准他的肚子 几个回合下来 官封义虽未受伤 却已经血流成河 浑身无力 两眼昏花 但就算自己处境危险 他还是毫不退缩 一心只想杀了哈老板 他渐渐击退众人 闯到哈老板面前 再次使出鹤嘴击倒哈老板 刚想再往前杀了哈老板 又被众手下逼得连连后退 这时旁人用木棍再次攻击他伤口 官封义顿时痛得捂住伤口 原地打滚 但他还是拼着最后一口力气站起来 长辫子往脖子上一盘 咬紧头发 又往人群中冲去 正当他想再出一招时 哈老板一招铁纸锁喉甩先出手 当场把官封义掐死 就这样 这位少年英雄缓缓倒下 永远闭上了双眼 得知他生死的消息后 众人伤心不已 黄汉眼前也浮现出 小师弟昔日的阴貌笑容 他想找何老板为师弟讨回公道 却被何老板毫不在乎的语气震惊道 我给他好的吃 好的住 好的穿 好的女人 我害了他 原来无论在哪里 有钱人的眼里都只是工具罢了 因此他决定一个人去报仇 黄汉来到哈老板躲避的乡下 先杀了哈老板的手下 把他引来 又伪装成尸体偷袭 哈老板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连他一招都戒不下来 哈老板看到黄汉被手下牵住 立马要使出铁纸锁喉 但黄汉双手使出贺罪 哈老板根本招架不住 黄汉不禁嘲笑 若你不靠暗算 是根本打不过尸地的 哈老板听后气昏头脑 本玉陶子的动作 立马变成了再度出招 可黄汉对他的招数套路 已经熟悉 不用什么复杂的招式 直出手臂一挡 便让哈老板无可奈何 其余几个打手 见哈老板不敌 一起上前拖住黄汉 想让主子趁机偷袭 可哈老板还未偷袭成功 黄汉便让这几个人丢了性命 自己也被黄汉一招打倒在地 他迅速踹黄汉两脚 想让其倒地 可黄汉纹丝不动 反而一个翻身 便躲过众人的偷袭 见自己和打手一起上 都不是黄汉的对手 哈老板决定转身逃跑 被黄汉一个飞扑踹倒在地 哈老板立马起身 再用铁纸锁喉 却直接被黄汉断了两指 黄汉有样学样 使出铁纸锁喉还击 一下子就要了哈老板的命 就这样 哈老板死在了自己的绝技之下 人心险恶江湖复杂 有时会武功 反而不是件好事 容易被当成武器来用 大家赞同黄汉低调形式的做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多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